越想越生气 完了之后 因为你说我车位 你都被你占了 完了之后 你还得就希望呢 怎么着怎么着的 就写了个战书吧 也就是说 然后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我这个车就有这么个事 跟那需要停一下 我没有车位 我也是租的 但是你听我车位 您知道吧 哪儿写你了 车吧二姐没有 你那么到 我看不见 你干我挪吗 您不挪 您不挪 咱就甭挪了 你要不挪 你要不挪 咱就甭挪了 那没事 我来 我告诉你 你要不挪 咱就甭挪 谁挪谁孙子 知道吗 OK 给大家看 看一下啊 这个条子是我贴的 这是我为什么 堵这个G28的原因 我应该写的挺明白了 这个战书 也是我在下的 然后呢 我这儿写了 这个私家车位 然后他告诉我 说他是倒进去的 他看不见 说我这牌子挂太高了 为了他的安全呢 我跟后边车主聊了一下 完了之后 把这车位给他租下了 租下之后 我又开了辆车过来 给他放这 放这儿为了 让他安全奖 这个车 他能更安全 这个战书 是我给他下的 我准备先 放他100天吧 回头不成 再给他盖个房子 加个地锁什么的 这应该是别人车位吧 应该给他插了第三卷 最后那个车主 到底有没有联系你啊 没有 没有 他应该有公司在这边 临时租的车位 但是租的这个车位呢 他的车位应该在付三 所以说他可能不爱下去 希望车锦新生呢 或者说 其他的 占别人车位的人 我希望您第一 您在车上留一个联系方式 第二点什么呢 我联系上您之后 我希望 您也客客气气的 不是 不是为了炒作 就是为了给 给大家提个醒 我联系下车锦新生的